他被地檢署偵辦金華城案 在前都發局長黃錦茂 由證人轉列被告之後 今天是二度傳喚 金華城董事長陳玉坤說明 要持續釐清容積率變動的審議 過程以及相關金流 而遭到羈押的威京集團主席 審慶金因為身體不適 律師申請聚保停壓 北院今天以書狀 沒有審慶金的簽名蓋章 裁定補證之後再審查 另外北檢針對金華城案 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 已經傳喚五名記者說明 北檢持續偵辦金華城案 日前一千兩百萬 交保的金華城董事長陳玉坤 十六號再度被傳喚 而柯文哲遭積壓禁件 進入第十二天 委任律師鄭聲援 一早現身臺北看守所 進行律件約兩個小時 不過各界高度關注 檢方是否規劃第三度提訓柯文哲 或進行策謊 甚至於在押被告對職 而審慶金上週五第二度 因身體不適介護送醫 委任律師岳芳如 當晚申請聚保停止羈押 基於人道的考量 他他要慎重地去調查 那最後當然還是尊重法院的決定 對此北院十六號表示 因申請聚保的羈押狀 只有律師簽名 沒有審慶金簽名蓋章 需在七日內補證後再行審查 而民眾黨與立委黃珊珊 近期接連以圖卡跟PO文 指出內政部規範一般性融進獎勵 上限百分之二十全國一致 且北市一席部計畫 給予金華城榮獎 完全沒有違法問題 但說法被藍綠議員反駁 當他們在引用 臺灣神自治條例的時候 我不知道 難道不知道臺北市是幾下市 臺北市有自己的這個自治條例嗎 非常訝異黃珊珊 引用都市計畫法二十五條 承認當時是市政府認為 主動認為金華城的徒弟 有必要幫他修這個計畫 這句話是自證圖利 而且自證有罪 而且一句話把公務員給害死了 臺北市政府收到了廠商業者的陳情 依法來進到了都發局跟都委會 研議跟審議 那這些也都是依法辦理 並沒有主動或被動的問題 一位洪建議則點名 前北市顧問蔡壁如 是金華城案的隱藏版人物 蔡壁如嚴正否認 並表示將在十八號提告 據北檢為了自清 分案偵辦洩密儀式 以傳喚五位記者 道庭說明 並發出聲明強調 相關報導與鎮證 有諸多不符之處 消息來源 軍非公務人員 偵辦團隊 沒有泄漏偵查內容的狀況 解釋核報道